現在共產黨現在到處排兵布陣 據昨天我已經瞭解到基本排完了 基本上在幾個大城市 特別是上海、廣東、北京、天津 這可能準備好大開殺戒 但是據說老雜毛們 內部也有商量說 都給建言吶 你一旦開了槍就收不回來了 一旦開了槍 那就真的被海外勢力利用了 現在把責任都推到外國人去海外勢力 跟咱清黎歌零沒關係 把清黎歌零放開 說現在你不要幹這個事了 讓國務院去幹 清黎歌零放開 緩一緩讓老百姓都放鬆放鬆 然後再松後算賬 放鬆以後再算賬 先把那些頭鬧事的組織者先抓起來 所以說你看啊 接著可能要放鬆 放鬆完了以後把放鬆後的人 放鬆警惕的人給抓起來 把那站出來的英雄抓起來 這就是共產黨 這就是中國人 就把你們英雄 把那些站出來 敢於犧牲的所謂的帶頭人 那些有良知的人先給消滅掉 然後呢再相互舉報 相互揭發 至少